最好笑最好笑的是 我熟到的那個半路跑你知道嗎 他們要從出發室 從小海出發 然後呢 大家一起出發 然後那整個活動的名稱叫 為愛而爆 然後就 RUN FOR LOVE YEAH 我們一起急氣流氓 明年就是成為媽祖樂 真的在野人 WOW 我已經要大家一起軟腳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觀眾 歡迎野鳳梅來了 嗨 野鳳梅又來了 你有灰衣服 我們剛剛多幾集啊 我們也太好聊了 已經超出我們想聊的內容了 不夠不夠 還要聊呢 所以經常跟大家聊 就是說 如何從新媒體走到一個自媒體 這個標題看起來很重耶 我還覺得哇 我們好像真的 有什麼商業周刊公園 天下 我們還要這樣 相信新媒體到自媒體的新世代 對 他成功的商人 要參笑 原來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聊這個主題 可是找不到適合的人 就是因為新媒體 就是大家泛指的網路媒體 或者是各大傳統媒體跟網路的結合的 然後自媒體就是以人為主的 不管是YouTuber KOL或是IG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創作者 對不對 然後我就這樣倒倒倒倒 不然天下就是你了 哈哈哈哈 被挑中 離開你們的工作之後 到成為YouTuber這中間 你就是想成為YouTuber嗎 我離開了那個雜誌之後呢 去做一些跟我正直比較相關的工作好了 上海 我都已經到那個了 我去他們的公司 已經在面談了 過了不久我就 好 為什麼沒有 哈哈哈哈 過了不久的在on go期間 我現在on Tinder 哈哈哈哈 想說 欸這個故事好像是什麼很深刻的安排 沒有就知道 他都被我就是笑到不行 因為這樣是不是很信心 他他大笑到說 我覺得你要當YouTuber 那時候是這個東西第一次進到我頭腦裡面 但是之前我是沒有想過的 嗯嗯嗯嗯 然後我就說 我爸你真的這樣 然後前面開始在想說 好像可以這樣 可是在想說 有一天如果 我 要去跟他生活 或是他來跟我生活 或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遠距離嘛 然後會有一天 我們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生活 這樣的話 那我需要一個工作室 我隨時都可以工作的工作 我到哪裡 我都可以活下去的工作 對所以到那個時候 我才第一次想說 喔這個東西我好好的 就是來想一想 我是不是能做到 然後越想越覺得自己可以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拍短片 可是就是按照腳本在演啊 在聊在聊在聊 就有人告訴你 你要幹嘛 對我只是在演一個別人 所以對我來說是沒有壓力的 可是當我今天面對鏡頭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要用我真實的樣子 講一些我真實的故事 跟我真實的想法 這個東西其實是讓我覺得蠻恐懼 從我離職然後到我真的 就是想要當YouTuber拍了一個片 這個中間長達一年半的時間 哇好久都在戀愛啊 不是 然後我開始就是研究大家的頻道 就是受歡迎的頻道 然後有各個類型 我連遊戲都看 喔我都已經試了 你跟我一模一樣 對然後還有那個美食的 開箱的玩具的 對 那時候其實越老 是我完全沒有想到會中的一支片 完完全全都 真的假的 越越老是應該是大家印象中最深刻的 我還去逛那個小海城貓廟 然後呢還有人拿著手機過來說 欸光光 你也是看流氓來的嗎 我說喂 不准搶出來 我那個不想遇到你們妹 氣死我 印象深刻 那時候因為我跟我男朋友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每天都會說話的 所以其實睡覺前一定會講一個小時左右或以上 他都會跟我說 那你在禮拜上什麼片啊 我就說 我要講看手相 我要講看富貴志 我們對他是中英穿叉的 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就是說什麼 就是講台灣的丘比特 對的故事 然後就發了 我就直接就是很快就是弄完 然後就是去睡覺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10點發片 可是那天起床的時候 我以為我上什麼社會新聞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那個來信者都是你知道三立新聞 然後中視什麼什麼 真的是電視媒體 然後跟很多網路媒體 那個Apple 然後是全部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怎麼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 可是大家就說就是 就是他們都想分享越老實際 然後我就去看我的留言 然後看那個瀏覽數字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每一秒狂刷都一直 蹦蹦蹦蹦蹦了 對 然後那天天的留言 就是大家就是很有共鳴 就說就是這樣 然後很多人就說 他真的是 我自己的定位是 我覺得 我的故事普通好看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留言超好看 對 對 很多留言更精彩 很精彩 他說他就是男生 他從新竹上來拜拜 然後拜完之後 他就立刻就是在他那個 下海城旁廟前面 就直接遇到了他的同事 欸 怎麼也來 嗯嗯 他們就變成夫妻了 啊 好可愛 這故事超可愛的 我還立刻思訊 他說這是真的故事嗎 就是真的 好旺盲喔 超可愛的 未來如果你有辦見面會 你要在下海城旁廟前面會 我跟你講最好笑的是 你知道 就是在過程當中 就是 你也接過很多很特別的工作嘛 對 然後 然後呢 我就收到很多什麼開運面啊 月老面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合作影片 大家都想要跟月老兩個字 成這樣關係 我說 反正的我也有收到的就是其他 妙的合作 哈哈哈哈 最好笑最好笑的是 我收到那個 半路跑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們就說 他們想要找我當就是 Keystar 然後呢 他們要從出發室 然後呢 大家一起出發 然後那整個 活動的名稱叫 為愛而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這樣 然後就 RUN FOR LOVE Yeah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真的 笑得不行喔 然後就說 你有接嗎 告妹妹 我們一起急氣流氓 明年就是選為 媽祖樂 我真的 代言人 哈哈哈 剛剛我已經叫大家 一起軟腳腳 哈哈哈 你現在是我們 傳統席者代表耶 哈哈哈 好酷喔 那一天對大家來說 雖然說眼看是爆紅 可是當然其實認識你的 至少你早就努力那麼久了 不知道以前在ETA拍影片 是 或者是在當時尚編輯 還有跟大音樂人什麼的 別人把你當爆紅 可是其實你根本就不是爆紅吧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那個嗎 台灣漁夫代表 請問請問就是我的那個心徒怎麼樣 他就說 你上輩子是 家喻戶曉的大 歌星 啊 他說 他說你這輩子會靠嘴吃飯 你的粉絲都是你以前的歌母 所以我會去幹嘛 我要走主持界嗎 然後 他就 就在通靈給我這樣搖八字頭 因為他可能不知道Youtuber這個是角色對不對 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也是那種比較 那個行業比較沒有那麼的火風 然後到最近就是 突然想到這個故事 就覺得 很死耶 哇 可是要過了一遍到那支影片之後 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會不會其實壓力很大 還算是一個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 因為我自己的腳本 因為我那時候說嘛 我每天就是那一年半的時間 雖然我沒有鼓起勇氣去拍 可是我都一直在寫腳本 所以我的第四本裡面還有 約莫大概三十個題目 當你有一個你還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的那個熱情跟你的那個 那個開心的事情 那個心情都還會在 是 是 就是大家說 欸你現在表現好 你會很想回說 好我跟你講 當然不是我最好的 因為我還有壓箱寶 對 拿出來啊 你真的是同整強迫 或真宗的同整強迫 因為我已經很會整理東西 我沒有遇到那麼會整理東西的人 好可怕 害別這麼說 我跟你說 你就是所有的那個頻道要我來的 你是寫很清楚的 算吧 你根本 我的姓聲是 你貌又好笑欸 對 對 就是那個全部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就比方說 就是先起承轉合 對 喜歡你 想要請你來聊新媒體 然後 那問你有沒有時間 但是 尾中不足的就是 盲打破 啊 對 我後來有發言 可是我不敢講 現在當全支YouTube的時間 大概多長啊 到目前為止 目前現在大概是三個半月 哇算很短欸 對 以他的訂閱數 跟他眉著觀看的數 來說算是 快別這麼說 就是這麼說 因為我這麼多影片 我都很少跑那麼好 自己中間會有覺得 哇 就突然有時候可能邀約來那麼多 當然有一次你想走到這邊 可是不知道來得那麼快嗎 完全講對 QA嘛 又剛好做他喜歡QA 裡面有很多問題 其中一題就是這個 他說 你有想過你有 你會紅嗎什麼 要說沒想過那是太虛偽 當然 當然 就是我們就會做這樣 簡易就抓著 我也是為了要怎麼走到 忽然欸 只是我怎麼知道 欸 兩天我就走到 沒有 好 反正呢 就是當然會很驚訝 雖然有幻想過 但他來了這麼3D 對… 我正常吃 正常喝 的當YouTuber 我還是就是 爆瘦了7公斤 我就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難想像 這中間心情的變化 因為我們就是正常在拍影片 我們也沒想到說 某一支影片突然中了之後 隔天的信箱就會爆了 除了媒體授權邀約之外 相當的邀約也是 他們自己會想好 希望你怎麼配合 然後這樣 對 就是其實在中間 因為像我們 像合作的品牌那麼多的時候 他們找到的時候 你真的會嚇到欸 對 因為我覺得像我自己今年做 我覺得哇 例如說可能什麼 確認這電視會看到我 或7-11的電視 我不小心走進去的時候 我 我怎麼在這 那請問你現在 你現在你的心情有調適成 明星的心情了嗎 還是你還是依然會合個角 我是調適成明星的心情 所以不拍的是 可是我還是會拍欸 可是我還是會拍欸 而且我還在群人士那邊 等了40分鐘 我還怕電源認出來 我還想逛那個地分地 先逛逛逛逛 我的聲音來了 我就這樣 一定要拍的啊 HELLO 賣進去天堂主持人的 真的嗎 可是這中間真的有壓力大 要一度想崩潰 或者說這個讓我不上片了 這樣嗎 我是一個非常懶散的人 我如果沒有先定目標 放任 放縱其事的話 就真的會縱到幾點 所以我在開始當Youtuber的時候 我自己定的目標是 我要周更 而且我剛開始 最剛開始的時候最變態 因為我就說 我是流媽媽 所以我都會想要禮拜一上片 是Monday 什麼無聊的禮啊 我想要把這天變成我的天 對 我要是養粉 可以可以可以 Monday 很合理啊 因為我個人又愛弦音感 我覺得幾次就是 我也很愛 對 弦音小天才 這跟我們是盲內眼 你有第一次在路上被認出來的時候嗎 其實當了Youtuber之後 我拿著那個我要去取錢 因為我戴口罩 然後再壓身帽 然後壓很低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去取錢 然後就在那邊填單子 然後說 夏姐幫我填 我說 我填錯了 那夏姐立刻就是 就是 就是他看得出來 他又就是 爭了一下他就看了 然後到最後就是 避現金給我的時候 他說 我覺得你很像 我喜歡那個Youtuber 然後 然後我說 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啊 他說 嗯 你笑完我更確定你是 啊